英国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 总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从1966年的世界杯夺冠 到现在火爆异常的英朝联赛 英格兰无疑成为了英国足球的代名词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故事的主角发生了变化 威尔士这片英格兰西面沉睡着巨龙的土地 悄悄地苏醒了 在足球的历史上 威尔士从来不缺乏闪耀的明星 从耶安拉什 马克修斯 到索萨尔 斯匹德 再到吉格斯 这些名字在欧洲足团 无一不是如雷贯耳 但就是这样一支星光熠熠的球队 却无法冲出世界杯的雨雪山 1994年 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 保罗博敦的点球不进之后 被罗马尼亚两个球逆转 葬送的威尔士出现了最后希望 这成为了威尔士足球永远的遗憾 佛华尔士出现了最后再次负负负负责 之后的十多年里 吉格斯苦苦支撑着这支欧洲红楼 但却始终无法触及世界大赛的门槛 07年吉格斯退役之后 威尔士陷入了低谷 主刷埃斯匹德的比试更是让球队雪上加霜 但就在万念俱灰之时 威尔士迎来了自己新的救世主 他的名字叫做加雷斯·贝亚 作为所后卫出道的贝亚 一直就有着很强的进攻欲望 在雷德克纳普将他改造为左边风后 贝亚更是迎来了自己的大爆发 无与伦比的速度和超强的爆发力 无疑让他成为了所有英超后卫的噩梦 在一二到一三赛季 代表热次出战三十一场轰入二十一球 他也因此囊括了所有英超球员的奖项 终于贝尔以九千一百万欧元的天价 转会皇家马德里 在这里的第一年 他关键性的两力入球 帮助皇马几乎囊括了欧洲所有的冠军 而自己也交出了完美的两双答卷 但在国家队中 尽管贝尔的表现依旧出色 可是由于缺少队友的支持 仍然是举步维艰 尽管阵中拥有同样被人给予厚望的 维尔是天才中场拉姆萨 但频繁的伤病 却让他在国家队出场寥寥 贝尔在05年首次进入国家队 06年 10年 14年世界杯 都早早在预选赛中出局 人们纷纷预测 贝尔也会像吉格斯一样 被国家队的队友牢牢拖住后退 难以有所装备 一定是,我們總是開始了慢慢的 開始打擊的早上是很困難的 你又要出現一些不好的結果 人們已經把你打擊了 所以當中的群眾很困難 這次大家都感到很好的 大家都感到興奮 這是一個好感的 我們很肯定可以出現這個球 但贝尔显然给了球迷不一样的答案 虽然本赛季在黄马饱受争议 但是在威尔士队 贝尔却是球队当之无愧的领袖与核心 在已经结束的六场欧欲赛中 贝尔一人打入五球 尤其是在对战比利时的比赛中 黄马边风更是打入一粒绝杀球 帮助威尔士队击败了本组最强的对手 在有中场拉姆赛和乔艾伦不断向前输送炮弹 贝尔在前场更加的随心所欲 场均4.7次打门能贡献0.8个锦球 这比赛黄马的数据足足高出了一倍 威尔士在欧欲赛中一路高歌猛进 尽管0-2负于波黑遭遇了本次预选赛的首败 但仍然提前一轮锁定欧洲杯的晋级名额 时隔58年重回世界大赛的舞台 或许英国足球也要就此感性更张 这比较最强的失败我的生命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 但在最终的日子的事是财务 我们已经完成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家都很愉快 看这些现在 它显然是什么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失败的球 我们比较为我们的队友 我们就像兄弟们在桌上, 我认为我们在团队的团队显示, 我们都在试图中的试图, 这就是当你做的事情。 展翅的威尔士不会重蹈护折, 而这条残船已久的喉咙已然在烈焰里再次重生。